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开挂了吗 王一博在主流红歌榜上在天心歌东梦之约 央视新闻主推MV上线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听到了多首主旋律歌曲 均来自于王一博演唱 着实让人惊叹 这是驰骋在主旋律的路上一路狂奔的节奏啊 这种机会实属难得的 更是很有少有的机会啊 从今年的央视春晚亮相的那一刻 注定了他步入了主流文化首选之的 可是我们不曾想 他的开挂紧随而来 从元宵晚会的青春 恰时来到见证中国脱贫 再到青春的模样 参与的百年里赞根伟大征程 再到现在主旋律歌曲《山河星光平凡》中的不平凡 到如今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的主题驱冬梦之约 这要是不一一列举 是不是不知道王一博显然已经成为 大众心目中优质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了 厉害啊 这种资源不是说你有多高的知名度 你的娱乐圈中的成绩有多好 而是真真正正 踏踏实实 坐实了正能量与实力兼备的艺人 主流认可的文艺工作者不少 可是如此频频点名 启用的文艺工作者 恐怕目前而言 王一博是首选了吧 主流媒体的鼎力支持 从央视到新华社 从人民日报到央视新闻 我们看到的主流媒体都在跟王一博合作 共同主推主流价值文化 通过音乐作品的方式 连接与年轻Z一代的沟通桥梁 传递主流价值文化 与此同时 我们也发现王一博身上的很多标签 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王一博是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 同时更是冬奥会文化推广使者 更是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 中国滑雪运动推广大使等等 王一博是Z世代的先锋性代表 更是在我的时代和我二中 作为最年轻的华人优质代表 更多的为我们呈现了不同领域中的人生价值魅力 他代表了Z世代人的精神状态 更是价值观念的一个缩影 他把热爱跟执着在自己的领域中 发挥出色彩 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投入了更多的热情跟精力 通过自己的方式跟平台 传递了出来 让大众了解了其中 无论是街舞 滑板 摩托车等 他热爱的事业 都在通过镜头的方式 展现其中的精华部分 用专业跟态度 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展现给我们的是 Z世代年轻人积极向上 追求极致的品质 这也是为何主流媒体 这般喜欢这个年轻的地方 还有就是王一博 作为当下娱乐圈中的顶级流量 有着非常庞大的粉丝关注度 虽是流量 却高于流量 他更多的是让这种流量 转化为正向能量 积极引导喜欢自己的人 更好的传递主流价值文化 这才是真正的正能量艺人该做的 王一博说出的话 都在努力践行中 做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更是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工作中 投身公益事业中 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公众人物的形象 别说王一博的资源有多好 你需要看一下他的做事风格 个人业务能力 在三观上的认知 再来说 为何人家能够深受主流追捧 别用娱乐圈跟范圈辅文化 来果协助狭隘思维 请你清醒一点 主流认可的 必定是慎重挑选出来的 希望娱乐圈有更多这种优质 又充满真实水平的艺人 让他们发光发彩 创建一个良性的娱乐氛围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